我肚子痛 休息 优先處理 政治爭論是針對嚴教的 我們隨時來發會 那我再怎麼送醫院 司法委員會剛召開 藍綠委爭辯不斷 程序發言火藥味十足 召委葉玉蘭乾脆說 肚子痛 休息離場 被邀來的法務部長 調查局等首長錯愕 只能空等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忍無可忍 早在5號晚間 柯建民就針對 司法委員會專案主題報告 選舉公投政治偵辦 爭議表達不滿 臉書發言文痛批 國民黨違憲 為亂而亂背離民意 一看就是為中二選區 最近監調查會嚴寬恆正英 卻操作為國家濫權 公然為調查中的個案 在立法院施壓 真的胡扯 就像柯建民今天 臉書上寫那個是什麼東西 我還以為他會來 胡說八說 他還以為他是大法官 我是比瓜建民更早進來 這一次如果說這樣子叫做違憲 沒有違憲 就違科 也常常在刑警期間有翻一些什麼 可能炒米粉啊 共和湯啊 我們有看到有相關的韓式解釋 說這些是可以的 那個民眾當然也想知道說 怎麼樣可以遵守法令 藍尾把炮口對準柯建民 但陳玉珍明白說出炒米粉三字 外界認為就是衝著中二補選 護航嚴寬恆召開的專案報告 還要求台中地監署檢察長到立院報告 全部准嫁 你出一個散會的動議啊 專案主題遭執違違反中立 綠委連署提案散會 憋在關鍵時刻影響選情 國民黨製造委葉玉蘭 IP對司法不信任 丟下一句肚子痛就不見人影 更引發爭議 三菱新聞 林凱珠 某某宣 台北報導